作詞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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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開的風景 夜景都稀有動 聚散都在紅塵中 尋尋秘密 为何谁都看不清 爱是眼前那个人 两个人一段情 半生远情安静 你走你的路 我要我要的幸福 就坚强就是一人心 要做做坏坏 要不要做我什么 真真切切的感觉活着 也许要谢谢你一句不回头 我不得不一个人往前走 要偷偷快快的走是我 真真真切切的感觉活着 也许要谢谢你一句不回头 我不得不一个人往前走 看我们轰轰烈烈爱过韩国 夜双双洒洒把你忘了 如果人生会有寂寞的时候 在风里外继续唱一声歌 唱着我的歌 我黎雅瘦好歹也是堂堂的一个民团会会长 竟然派一个老头子 真丢人 臭老头子 别想吓唬我 我可是想遇七上八十的撞鬼专家 不是这样的 终于开口说话了 那是怎样的 是这样的 你是飞天神猫的后人 你怎么知道 你知道我跟你爹是什么关系吗 你认识我爹 你爹的武功就是我教的 我爹怎么死的 放我出去 我就告诉你 我又不是傻瓜 我才不相信你没鬼话呢 回去问问上午中 你爹嘴上是不是有这凉撇小骨子 救命啊 救命啊 上车路 让一让 怎么了 怎么了 你干什么啊你 你不是喊救命吗 大伯 老山脉 你们看见了吧 这就是喊救命的第一好处 帮手来了 第二个好处呢 即使引不来帮手 也会给敌人造成心理压力 减少危险系数 当敌人一紧张 你就可以像炮烛一样 自溜溜地跑了 明白了吧 明白了 继续练习 好好 来 救命啊 那你做的武器做好了没有啊 拐车 这 不是不是 大伯 这是木棍 是木棍 你让我怎么说你好呢 我知道你手艺好 可是现在不是摆弄手艺的时候 我们需要的是能防御能进攻的木棍 你这玩意儿用得着净雕细琢吗 这这这这什么打人哪 不是 大伯 我没有净雕细琢 这是最普通的款式啊 这个木棍 打驰啊 大提当前 你居然问了做根拐杖 浪费了我们宝贵的时间 是 你给我记住了 我 马上回去做一大堆木棍来 你要是再做拐杖 我 我就拿你当拐杖用 明白了吧 大伯 大伯 这很好用吧 救命 原本以为来这能跟阿寿哥单独相处 这个臭老爹 气死人了 还说什么 自由恋爱思想开通 简直是个云木脑袋 如果娘还在试的话 她一定能够明白我的心思 明白你什么心思啊 没什么啦 哎 瘦哥哥 你怎么长胡子了 你爸呢 我爸可能在外面 瘦哥哥 你留胡子还蛮帅的嘛 谢谢 神经哪 喂 你干嘛叫我神经啊 什么意思啊 我天天给你们烧饭洗衣服 干嘛这样对我 我是你们用人啊 别指望了 阿世 我好渴 有水吗 没有 渴死你 好了 回去以后一定要多加练习 尤其是你们几个 别老想着跟老婆孩子玩 快回去吧 好好好 好好好 天猫 天猫 我是阿寿啊 你把我当成我爸了 跟你爸爸是长得蛮像的 你没事画两匹胡子干嘛 我爸 真的是留这样的胡子吗 是啊 你怎么知道的 白秋风跟我爸到底什么关系 他们能有什么关系 你快回去吧 我会让阿喜给你送饭的 他们肯定有关系 你没事为这干嘛 白秋风说我爸的武功是他教的 是不是真的 疯子的话你也相信呢 这两匹胡子就是白秋风给我画的 你还敢说不认识我爸 好吧 看来我是瞒不住你了 白秋风是你爸的师父 我爸的师父 怎么可能 他是江阳大盗 我爸是魏正江湖的侠士 怎么可能是师父关系呢 你就不要多问了 上次你说我爸不是饿死的 再问你一次 我爸到底怎么死的 我不是说了吗 你回去问五叮当就知道了 不是我不告诉你 实在是怕你有危险 不对 他不会去问白秋风吧 二叔 白秋风 白秋风 这么快就回来了 徒孙 我爹不是饿死的对不对 开玩笑 我堂堂白秋风的徒弟 怎么会饿死 他到底怎么死的 我不是说了吗 你放我出去 我就告诉你 你先说我才放 放了再说 好 我放你出去 你要是不说的话 我绝不放过你 你怎么跟你爹一样啰嗦 开门 这么不精打 真不像我白秋风的徒孙 白秋风 你就老老实实地待在里面 别再装神弄鬼了 你老完了几十年 你也该玩够了 你让我们过点清静日子好不好 你笑什么 别人我怕你 上周 想知道你老婆在哪儿了 我老婆已经死了 真的吗 你不要胡说八道 你爸是被人害死的 将来要为父报仇的 想知道吗 你放我出去我就告诉你 你爸是饿死的 你 到底我爸怎么死的 阿兽 你是谁啊 我是你爸 你没死 谁说我死了 我活得好好的 爸 我终于找到你了 这么多年 你跑到哪里去了 为什么都不来看我呢 我好想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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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爸 爸 醒醒醒醒醒醒醒 我不是你爸啊 爸 你看你 把秀哥哥都打傻了 是白秋风把他给弄傻的 这么大人了 两三句话就被弄得神志不清 一点出息都没有 我怎么在这里啊 你们干嘛抓我 干嘛反正我 好了 放开我啊 坐 坐下 秀哥哥 你冷静点 李亚兽 我绝不会让你因为一己私欲 干出助纣为虐的事情来 只要有我圣钟在一天 这老魔头就休想出来 他不是老魔头 他是我爸的师父 坐好 就算他是你亲爹也不行 阿迟 从现在起 由你负责看管监狱 记住了 不管他说什么话 你都不要信 哦 圣钟 你放开我 你老老实实地坐在这 你们两个跟我走 哦 再见 老实点 要是侍郎在就好了 好了没有啊 我好累啊 等一下 我都站了一个小时 你是不是想挨打啊 好了 好了 这么难看 这是谁啊 你有没有搞错啊 把我的脸画成歪的 哎 这可是西洋印象派的画法 你懂不懂啊 印象派 你的印象里我这么难看啊 脸是歪的 怎么画成这样 不是啦 主要是我花了五十八分钟 看你美丽的侧面 你干嘛 那剩下的两分钟 你在干什么 两分钟就在画完的东西 不要 让我站了一个小时 不要 你牵掌 你找死 好痛 你干嘛 救命啊 救命啊 啊 脏娃娃 脏娃娃 还记得我吗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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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你 小朋友 拿去 慢慢吃吧 大伯 大伯 林氏 林氏 你想干什么啊 真奇怪 林氏 你给我站住 站住 你拿到干什么 我要去救我大伯 什么大伯 我说支持你 我大伯找不到我嘛 原来被你们关在这儿这么多年 你疯了你 他是白秋风 不是你大伯 我不管 今天我一定要救到他 你发疯了是不是 我不管 那就别管 我不客气了 你走 爹啊 你到底往林氏脸上喷了什么东西啊 你看 万一把他弄虾了 看你怎么交代 你放心 不过是肥皂水而已 肥皂水 尚师傅 我求求你放了我大伯吧 他不是坏人 他是个好人 白秋风究竟跟你说了什么 连你也认贼做父 你们一个个都想弃死我 尚师傅 我求求你放了我大伯吧 他不是坏人 白秋风 到底是什么三头六臂啊 把瘦哥哥跟林氏 都弄得这么神魂颠倒的 我去看看 站住 你也疯了是不是 不是 我警告你啊 你们谁都不许去 你以为你不让我去 我就去不了吗 腿长在我的身上 谁管得着 你本来谈一下 我没回头 你多不要去 你 Gates睡觉 你别觉得 yar 还要呈里 那是 проп的 真是女大十八变 越变越漂亮 风老头 说什么呢 别以为三爷了两语的 就能糊弄我 你叫上喜吧 你会看相算命啊 不用那么麻烦 一看你的发型就知道了 看来我上喜还挺有名的 你还知道是吗 尽管说出来吧 我上喜可不像李亚兽跟林池那么笨 你娘没有偷偷地回来教你武功吗 我还以为你多厉害呢 原来竟是些坑蒙拐骗的手段 你被上中骗了 你娘她没死 没死 笑话 这种事情 我爹怎么可能骗我呢 教你武功的那个人 跟你的发型是不是一样 也顶个狮子头 你们一家三口 都是这个发型 江湖上都知道 他真的是我娘 不信你找到你娘问一下就知道了 可是我不知道她住哪儿啊 想知道她在哪儿吗 放不出去啊 我就会告诉你的 阿水 回去 我娘是怎么死的 我娘没有死对不对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你不要再问了好不好 我是你爹 我都骗你吗 连我的话都不相信了 娘跟我们的发型是一样的 对不对 对不对啊 你不说就是承认了 爹 你告诉我 爹 爹 阿姨 我为什么要学武功啊 懂武功才不会被男人欺负啊 男人为什么要欺负我 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 可是我爹不让我学武功 所以啊 这是你跟我之间的秘密 记住啊 不许告诉别人 更不要告诉你爹 知道吗 嗯 难道你真的是我娘 为什么你要离开我跟爹 为什么你又回来教我武功 又不跟我相认 小哥哥 凌迟 哎呀 快起来啊 怎么了 快快快快 是不是尚大叔要你放我们出去啊 他才不会呢 不过我可以放你们走 为什么 你们是不是都想把白秋风放出来 想啊 想啊 好 那我们三个一起联手 把白秋风放出来 就算被我爹发现 我们还是能救出白秋风 你也想把白秋风放了 嗯 因为他知道我娘的下落 我要让他带我去找我娘 哎 别废话了 我爹起床就麻烦了 快走 快 快 你们三个都来了吗 嗯 白伯伯 我这就放你出来啊 哎 阿溪 这太重了 你啃得动吗 我来吧 对对对对 我一个瘦瘦小小的女孩子 怎么砍得动呢 怎么砍得动呢 还是你来吧 就是说嘛 你来吧 我来 我来 对 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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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害怕 走了阿溪 别害怕 别怕 别怕 大伯 我来救你了 你们三个都来了 真是乖孩子 嗯 等一下啊 啊 真没用 我来 真没用 自己的感觉真好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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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伯 我终于见到你了 我去喝茶了 哎 哎 我去喝茶了 大伯 我我爹怎么死的 大伯 大伯 站住 小姑娘 身手不错嘛 快告诉我 我娘在哪儿 你娘 回去问你爹不就知道了吗 你骗我 我骗你 你也要相信哪 这不能怪我 只能怪你笨哪 快 大伯 别打了 小姑娘 你娘张的武功不错 阿喜 不 爹 谁教你的武功 阿喜 您真的会武功啊 大伯 大伯 你老糊涂了你 连自己老婆的招数都看不出来 老婆管不好 连自己女儿你也管不了 大伯 你是怎么做男人的 失败 白秋风 我饶不了你 今天我不跟你们玩了 草娃娃 改天我去看你 对不起 我上中管教无方 交出了个不孝女 把白秋风给放跑了 村长 其实呢 这不关上大叔跟阿喜的事 这都是我黎雅 是我一个人的错误 哪怕是追到天涯海角 我都帮你把白秋风给追回来 不用了 不用了 既然你们把他放了 还抓回来干嘛 让我多过几年安稳的日子吧 村长 尚师傅 白秋风已经跑了 你们还是回去吧 村长 我的训练课程还没上完呢 不用了 不用了 你们明天回去吧 别以为村长不怪你们 我就会放过你们 从今天开始 你们三个跟我一起抓白秋风 为什么 我大伯只是喜欢玩 就因为他烈性不改 一定会搞得民不聊生 天下大乱 不会的 不会的 大伯又不是坏人 再说 大伯说有空 会来金武镇看我的 金武镇 对啊 这月亮上有阿寿吗 妈 你想吓死我 一声不响地走进来 也不敲门 我敲门了你听不见 我推门进来 你还是听不见 怎么可能啊 难道我会从这窗户飞进来 就算是 你一直对着窗户 也应该看得见呢 这么晚了干嘛不睡觉啊 这个问题应该我问你才对 原来你在练字啊 我 怎么 你只会写瘦啊 你干嘛偷看人家隐私啊 我是你妈 就你那点小心思 还用得着偷看呢 这话说回来 阿寿走了快大半个月了吧 什么半个月 十九天 记得这么清楚啊 十郎 不光你担心阿寿 我也 谁担心他 那个死人 最好一棒子被山贼给打死我 才开心呢 那个没心没肺的家伙 您可相信外人也不相信我 枉费我跟他称兄道弟十几二十年 岂有此理 妈 你说嘛 这样子公平吗 这十几年来 他在外面闯了祸 只要来找我 我都二话不说 马上带着兄弟去帮他 现在是怎么样啊 我不相信我 太过分了吧 妈 你去哪儿 回房间 我话还没说完 失恋的女人太啰嗦 我不想听你唠叨一个晚上 大半夜了 大半夜的是谁啊 会不会是 见过白秋波吗 白秋波走了 白秋波走了 而且他已经来到金武镇了 什么 什么 喂喂喂 你们 为什么那么怕我大伯呢 开玩笑 我们哪是怕他呀 我们是为了百姓着想 有他这种人在 百姓就别想过安稳日子了 小爹啊 对不起 我辜负了你对我的恩 笑话 你辜负我什么 辜负了你对我的信任 你是辜负了老百姓 对你的信任 不 这件事不能怪我爹 都怪我 是我放了白秋风 我跟林子都有份 不 还是我的错 要不是我放了你们 你们也没办法 就白秋风 就算没办法 我们都会想办法 是不是 你们两个有完没完啊 干吗 你们以为主动承认错误 就能推卸责任了吗 阿喜 还不快向蛇郎道歉 道什么歉啊 阿喜确实会武功 终于承认会武功了啊 你们现在看清楚了 他有多阴险狡猾 喂喂 阿喜他都已经认错了 你还想怎么样 难道做错事 只要认个错就可以了吗 杀了人说声对不起 官府就会放过你啊 阿喜他杀人了吗 啊 好在我武功好 不然早就被他暗算了 侍郎姐姐 对不起 你要我怎么样都行 不要理他阿喜 他得理不饶人 侍郎哪有得理不饶人哪 他让侍郎受了委屈 受了冤枉 说两句也不行吗 你们太过分了 想怎么样 欺负一个小女孩还有帅哥 这样算什么 哎 他是小女孩我欺负他 你在说什么啊 你们把话给我说清楚 算了算了 知错能改就好 阿喜 以后千万不能干这种事了 嗯 你们大家还是想想办法 怎么对付白秋风吧 哎 这烂摊子是他们弄出来的 我才不管呢 自己搞定吧 阿喜 都是你惹出来的祸 以后说话又用脑子 别由着自己性子来 好不好 行了 你就少说两句吧 阿喜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你就不要再自责了啊 十郎这孩子 就是嘴巴厉害 他说的话 你别往心里去 时候不早了 早点休息吧 啊 小蝶 早点休息啊 要是娘在我身边 就好了 阿喜啊 为什么要骗我 我是怕你知道的 到处去找他 娘为什么会离开我们 两夫妻相处 总有摩擦和误会的时候 你娘这个人脾气特别坏 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 跟我吵架之后 就离家出走 再也没回来 你就没想过把他找回来吗 想过啊 想过啊 我找了他这么多年 一直没找到 阿喜 你要是再见到你娘 一定要告诉我 好吗 面来了 您慢慢吃啊 阿喜 阿喜 这样都猜得到是我 阿喜 面好了没有 来了 让杨海以为你去行想仗义 原来是跟阿喜一起去的 说 你到底有没有做对不起我的事情 我哪敢啊 那有没有什么狐狸精 勾引你 我离亚兽是柳夏会在世 坐怀不乱的 这还差不多 阿书哥 你走的这几天 人家真的好想你啊 我也好想你啊 谁家的醋彩都打翻了 这么酸啊 来 来 你啊 说走就走 弄得人家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好的 下次我一定提前汇报 这还差不多 对了阿书哥 你一定给我吃饭吧 我去给你出碗面吃啊 等等不用了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 头发灰灰白白 脸长长的一个老头啊 老头 对 没有 就是啊 谁说不是呢 老兄啊 给你打听个事 你有没有见过一个 大概像我这么高 灰白头发长长的 手里拿个阴带 头发像我这么长 你是不是武侠小说看多了 没有啊 没有 真的有一个疯老头 头发这么长 你们好好想想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没见过了 姑娘 你有没有看过一个老头 这么高 头发像我这么长的 最近比较烦啊 英雄五弟真寂寞啊 你们见过 没有啊 会长 没人见过你说的那个老头 没看过 是啊 继续找 见过这么高的老头吗 没有啊 没见过 找找看看 来找找 这么高的老头见过没有 找不到 没有没见过 你 被人追的感觉啊 真爽 他什么时候回来呢 这家伙 林驰 阿豪 你找我吗 干嘛回来都不找我啊 没什么事所以没有找你 你找我有事吗 一定要有事才可以找你吗 不是 对了 你有没有见过一个满头白发 手里拿着烟杆的老婆啊 什么白发 没看到 要是你见到她 一定要通知我 我还有事先走了 拜拜 哎 林驰 你这笨蛋 怎么只关心个老婆 都不动问我一声 嗯 大伯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你生病啊 阿齿啊 我被上中追杀啊 已经无路可逃了 阿齿啊 你可不可以收留你大伯几天哪 大伯 您对我恩仲如山 我都无以为报 我这儿您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乖孩子 我来这儿这件事 千万别告诉任何人 嗯 我知道了 大伯 您跟上大叔之间有什么误会啊 为什么他们非说您是坏人呢 哎 哎 好坏自在人心嘛 别问那么多了 哎 你到现在还没成家啊 我这么穷 谁会嫁给我 阿齿啊 我问你啊 这个镇上哪家最有钱呢 大伯 您问这个干吗 哎呀 你先告诉我再说吧 嗯 要说有钱的话 应该是雷家吧 雷家 对啊 雷家的女主人可厉害了呢 不光武功高强 而且还很会赚钱呢 哦 你说的这个雷家女主人 是不是有个外号 叫雷老虎啊 是啊 大伯 您怎么那么清楚啊 哦 哎 哎 他有没有女儿啊 有啊 叫雷小雨 镇上的虎卫面馆 就是他开的 哦 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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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笑什么呀大伯 哦 没什么没什么 哎 你愿不愿意 让雷小雨做你媳妇啊 啊 我 哎等等 哦 大伯 哦 哦 你是不是有心上人啦 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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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别走还没给钱呢 发生什么事啊 雷夫人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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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这么大胆 敢在我的地方傻眼 哈哈 你的好女婿嘛 妈 什么好女婿啊 白秋风 你居然还没死 你没死 我怎么能先死呢 我还等着 你兑现你的诺言啊 你就是阿守哥要找的那个疯老头吧 我确实是他们要找的那个人 但是 我不是疯子 这一点 你可以放心 我的身体非常的健康 你嫁给我之后 我保证 你天天风衣足食 天天快快乐乐的 什么 我嫁给你 哎呦 你这是个臭疯子 这是 妈 他当面挑衅我 疯老头 你别乱说 哎 我可没乱说 否则不是有损我白秋风的名声吗 哎 这可是你娘亲口答应我的 啊 妈 疯老头 有什么事我们出去商量 啊 也好 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 他真是你 我去搜你 皮肤不粗啊 讨厌 凌智 快走开 凌智 为什么打我大夫啊 走开 干吗打我大夫啊 为什么要打他 不许打我大夫 大夫 大夫 七点之后我去补上 迎娶你的宝贝女儿 岳母大人 回去好好准备 别忘了在床上 撒些玫瑰花瓣 别光吃饭呢 要吃点菜 吃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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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看啊 要吃就吃啊 干吗装得像小媳妇一样 哇 十郎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刻薄了 我刻薄 你看她那个样子 好像是我欺负她似的 你这样还不是欺负她 十郎 我女儿是做了很多错事 可是你也不能把我女儿 看成眼中钉吧 你们都给我闭嘴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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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女儿是做了很多错事 我女儿是做了很多错事 少爷 什么事啊 这么急 白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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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 少姐冰昏 不 什么 林池 什么 不是 夫人她 夫人 夫人她 夫人她 什么 妈 少爷 少爷 妈 不要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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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死啊 搞什么 你很想我死是不是 你没有死啊 妈 你希望我死是不是 没有 李露一进门就哭了 我还以为你发生了什么事 好了好了啦 你们两个不要在场了 姐 究竟怎么回事啊 什么逼婚呢 白秋风 被我嫁给她 白秋风 白秋风 不是一个老头吗 小语 妈 对不起你 都怪我 一时贪生怕死 答应了白秋风 你答应白秋风 把小语嫁给她 你是不是被她打糊涂了 我不是被打糊涂的 我答应她的时候 你姐姐还没出生呢 说来话长 妈年轻的时候 我们家只是开镖局的 当时接了一桩大生意 没想到你外公却生病了 只好由我来押那趟镖 想不到 被白秋风所结 我为了保住那趟镖 我只好答应她 未来我如果生了女儿 就许配给她 我只是随便讲讲 哪知道她当真了 那你当初就不要生我吧 小语 妈对不起你 生大 你带姐姐走吧 其他的事妈来再后 我们都不过她的 生大 生大 你要去哪里啊 雷夫人还好吧 白秋风打伤我妈 还调戏我姐 我现在找她算上去 什么 等等 你知道她在哪里吗 不知道 你放心 小语的事就是我的事 跟我来 大伯 这个好吃 还有这个 来 多吃点啊 好 阿迟啊 你看见了 这就是自作孽不可活啊 大伯说你们会来 没想到你们真的来了 白秋风 你这个无情之徒 要不是看在 你是我爸师父份上 我早就把你打到 西伯利亚平原去了 西伯利亚 西伯利亚在哪里 去了就知道了 雷池 闪开 你们不可以找我大伯 她打伤我妈 她抢我老婆 我不敢打她吗 是雷夫人答应把小语嫁给大伯的 是 是她还不遵守承诺的 雷池 你这个大混蛋 独孙 等我娶了老婆 再好好招你武风吧 你裤子掉了 你裂也是 死老头白秋风 你给我记住 谁啊 我 你有病啊 你干吗 葫芦 葫芦 你干吗 葫芦 我知道了 该不会是白秋风弄的吧 李亚寿 你真丢脸呢 居然被一个老头子脱裤子啊 吴师郎 我警告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你不帮忙就算了 还火上加油 干吗 小语是你的心上人 我为什么要去救她 还有 你有那么多的心上人 我救得来吗 肖哥哥 阿喜 我看见了 你看见什么了 把眼睛闭起来 阿瘦 拉肚子 天还没热到穿短裤的时候呢 白秋风没抓住就算了 连迷生都保不住了 去 回房间去 快走 去 真好玩啊 不要你 妈 你没事吧 没有被白秋风打伤吧 妈 妈 没事 我行走江湖多年 没有这么容易被打伤的 我 我 妈 家里发生这么多事 今天晚上我不走了 我 我留在家吧 这里是你的家 你当然不能走了 妈 我以后不再离家出走了 我要留在家里 保护你跟姐 神大 你真的长大 妈 对不起 是我的错 我终于知道我有多么天真 这些日子以来 不要再说了 傻孩子 你在未免的事妈都知道 只要你找到自己的路就好 你不怪我 你不怪我 妈怎么会怪你呢 我们是母子 母子哪有隔夜仇的 现在最重要的是 一家人一定要团结 嗯 妈 谢谢你 谢谢 谢谢你 对 最重要的是 一家人要团结 要团结 要团结 儿子 妈的乖儿子 妈的乖儿子 妈 妈 又一次滑落 有些人穿了 像我都在随便 看见 你少回说 是否是你的温柔 你说云朵只为很明亮 你说时光拉扎了之后 刹那间动了你的笑容 紧握住你的手 你说今后只做一个梦 我们会拥有满天心的执女座 会走过银河 和流浪永远长相守 在我心中最秋天的角落 真正的乱衣飘过 是你的轮廓 山上挥不走 仍旧都弄到了尽头 在我心中每一次的沉默 像一光年那么久 牵着你的手 请你每个春夏秋冬 收集每个人 在我心中最秋天的角落 真正的乱衣飘过 是你的轮廓 山上挥不走 等秋冬都到了尽头 在我心中每一次的沉默 像一光年那么久 牵着你的手 请你每个春夏秋冬 收集每一个 我们到处下 我们到处下